我曾经那样期盼愿得一心人 白头不相邻 现在想来 不过是一番痴心 把我捧在身心 又弃我不信我 不知道本宫这样看着 能不能把皇上盼了 这对玉镯 还是臣妾入府的时候 皇上亲自为臣妾戴上 焰如此环 朝夕相见 谁也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我就进了宫里 又成了大赢 这苦心儿好吃得很 在宫中待久了 苦心儿吃着也是甜 我宫里共有三百二十六个专食 可是这每一块 我都抚摸古无数 那年生辰 我见过圆明圆满湖的莲花 后来人再怎么做 也不过是东施孝平吧 我已经不伤心了 我心里 知人不合 臣妾不能一门心灰 你是臣妾 最痛心 最难过之主 高兴便重心 不高兴便扔在一边 任人凌辱见他 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筋疲力气 懂不懂了 婉婉 在皇上心目中 我不过是淳渊皇后的代替儿 居然 不过是几年的秦爱 为什么 究竟是作风呢 皇上 你害得是男好虎啊 臣妾不喜欢霓霓这个名字 也有 臣妾不过是您豢养的一只牛 要索命 叫索我的命 别索我儿子的命啊 臣妾多想恨你啊 臣妾做不到我 年龙见惯的事态都不断 习惯了人心亲戚 不怕心 难道在哪儿的心中 听你家负贵 就真的胜过有盲力的 一片庆幸呢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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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初却记得牧家 我恒饭 我这一生 人就是不值得 若无语 我这后半生 还无半点欢迎 人人都不值得 为什么就半共生不了 送库可说 不是送库可说 不是送库可说 這樣搞得難過 你會再看吧 如果有白痴 我們做個普通人吧